天津博物馆在这次宋元时期文物精品特产上展出的一件宋代仿商代晚期的寿面文方仪 特别值得大家看一看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是现在世界公认的铸造最精美最精细的作品 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时期在工艺上的巅峰水平 在商代之后青铜器的制作都没有再达到过商代的那种水平 后世仿商周青铜器水平最高的就是宋代的方品 这件宋代的寿面文挫金银方仪应该就是宋代仿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 挫金银这种工艺就是在青铜器表面镶嵌金银丝或金银片 使青铜器经过这种装置手法以后表现出更加精细奢华的这种艺术效果 挫金银工艺由于制作的精细复杂 最早出现在商代盛行于秦汉时期 河南阴虚出土的挫金银雷纹湖应该是最早表现这种工艺的作品 这件宋代的寿面文挫金银方仪可以说是仿出了商代最难的工艺水平 在气形上也仿出了商代方仪的神韵 四个角初级以雷纹做地儿 高浮雕的动物变形纹饰是典型的商代特征 制作这种雷纹地儿的工艺要求非常高 注出的成品必须要求纹理清晰 细线条之间距离必须非常的均匀 才能够表现出它那种完整的视觉效果 因此在商代之后这种雷纹地儿就渐渐的不再使用 西州时期铸造这种雷纹已经变得非常粗糙了 到了战国之后这种纹地儿基本就不再用了 但是这件作品把商代青铜器的神韵和工艺都仿出来了 并且在气山上广泛镶嵌金银 把商代青铜器的华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青铜器在古代兼有礼器的性质 像工艺这么复杂繁复的作品 肯定在宋代也是由官府主导制造的 一般的民间工匠很难承受制作这种器物的成本 与它这种复杂的工艺 因此像宋代这种高质量的防品 像这种繁复的工艺的青铜器在后世反而比较少见 甚至比真品还稀少 2017年北京东正拍卖公司 曾经拍卖过一件青代乾隆时期制作的 挫金银寿面文方仪 那件作品最终以218万5千人民币成交 高14公分 远比天津博物馆展出的这件作品的气形要小得多 连这一半的尺寸可能都到不了 那件作品只仿出了一些青浮雕的效果 在文饰上远远不如这件宋代作品精美繁复 像这件宋代作品的雷纹地和变形动物的这种高幅雕效果 完全仿出了商代青铜器的那种工艺水平和它的神韵 宋代不愧是中国古典艺术审美的巅峰时期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参观一下这件难得的宋代艺术真品 像这种中国古代艺术真品 无论是收藏还是看到甚至或是上手都是非常难得的 像天博这件作品非常难得的 是这件器物的品相非常完美 各种细节都能够完美地展示出来 虽然这件作品不是商代的原作 但是从它的气形和文饰上看 可以说这件作品是借鉴了商代原作的那种精髓 进行了一次再创作 这也给现代的艺术家一种启示 仿古的关键是要截古 如果不能吸收和借鉴古人的精髓 最终的作品只能是东师笑评 这件作品反映出来的宋代人对艺术的精益求精 都是我们现在特别缺少和需要学习改进的